继续来关注法国警察射杀少年事件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29号宣布 当天在全国范围内有100多人 因为参与骚乱被逮捕 为了防止这一事件造成的骚乱升级 法国在全国部署4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治安 同时法国多个城市宣布宵禁令 或提前结束公交系统运营时间 法国警察射杀少年事件 引发法国各界强烈反应 28号晚法国多个城市发生针对市政厅 警察局和学校的暴力袭击和纵火事件 29号下午南泰尔市部分示威者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 冲突直至傍晚才被平息 为防止29号晚出现新的骚乱 法国内政部长宣布在全国加强警戒 其中在巴黎部署5000名治安警察 同时法国多个城市宣布宵禁令 或提前结束公交系统运营时间 禁止销售和使用烟花爆竹等毅然易爆物品 以防止骚乱升级 27号在法国上塞纳省南泰尔市 一名警员截停一辆汽车时开枪 驾车的17岁少年死亡 目前开枪警员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拘留 检方已开始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MING PAO T Night 感谢观看